二零二四環太平的排聘軍演 齊聚了二十九個國家 義大利是首次來參加 派出去年九月才服役 最新的巡防艦 伊拉蒙多蒙特庫克利號 艦上的設施是相當的新穎 除了有專屬的戰情室 還裝設有啤酒機 咖啡機 給官兵滿滿的福利 由於義大利是北約成員國 這次參加軍演 也讓外界解讀 義大利有意加大 在印太地區的支持力道 大方展示艦載機AW101 會被準直升機 讓媒體盡情捕捉畫面 機體性能優異 可一次載運三十人 二零二四環太平洋軍演 有多達二十九國共襄盛舉 當中也有第一次參加的國家 義大利首度參與環太平洋軍演 派出拉伊蒙多 蒙特庫克利號參加 誠意十足 因為這艘新型巡防艦 去年九月才正式服役 從艦橋的內裝設計 就可以看出蒙特庫克利號 與舊型船艦大不同 電子螢幕版面新穎 座椅也是相當舒適 駕駛艙充滿高科技感 考量官兵的生活習慣與興趣 蒙特庫克利號特別裝設啤酒機 咖啡機 體恤辛苦的船員 在迎接新的早晨 或者忙碌一整天後 可以來上一杯放鬆心情 蒙特庫克利號具有強大的防空 反潛反艦能力 還有專屬的戰情勢 能進行戰場情勢分析 提升作戰層級 而義大利是第一次參加 環太平洋軍演的新同學 同時也是北約成員國之一 讓外界好奇意大利在這次軍演 會扮演什麼角色 針對意大利是否透過軍演加強在印太地區的支持力道 蒙特庫克利號艦長強調 這不只是演習 更多的是包含對話 相互了解 建立外交關係 推動跨國合作 記者黃子杰朋友組在夏威夷的採訪報導 是個案件大利的建築 在表面 按煙特庫克利號